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没有那么差 但是陈时中的民调为什么那么差 这些选票流到什么地方去 谁是受盈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接连讲了陈时中的民调 也讲了就是陈时中的小三困境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没有那么差 但是陈时中的民调为什么那么差 这些选票流到什么地方去 谁是受盈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必须要告诉各位 整个大趋势 就是说陈时中跌落了基本盘 那请问民进党的这些票 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 会跑到王三三身上 还是会跑到蒋万安身上 那这个局啊 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看到 当陈时中他的民调跌落了基本盘 那民进党的这些选票到底跑到哪里 那过去有一个先前的历史 就是姚文志 姚文志 柯文哲跟丁守中三个人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姚文志 他选票只有16% 那换句话说民进党20%的选票都跑到哪里去 这个是加减成熟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 好我现在告诉各位 就是说这些选票是跑到柯文哲那边去 一票都没跑到 丁守中那边去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 他给姚文志大概16%的选票 那丁守中是42% 那包含柯文哲也是42% 他们的差距都非常小 除了姚文志以外 所以我们看 就是说姚文志根本不可能只拿16%的选票 而是说他们认为 姚文志纵然有36%的基本盘 但是呢 一看36对上丁守中的42 他还是选不上 所以为了避免所谓的丁守中当选 他们含血含泪含恨 把票转到谁的身上 转到柯文哲身上 这个就是柯文哲胜选的原因 那过去的三角战争 会不会变成现在的陈时中 蒋光安跟黄珊珊之间的三国战争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趣 就是说陈时中的民调 已经跌落到几本盘子外的时候 这些票究竟跑到哪边去 因为我分析选情是按照 我自己辅选的经验 然后我看的民调跟大家不太一样 但是我的估算是审准的 为什么审准 各位去看一下 就是说李应元当时对上 马英九这一局 李应元拿了36%的民进党的基本盘 换句话说 民进党他含血含恨含泪 他都会投李应元 因为他明明知道李应元不会胜选 但是这36的选票 就是民进党的铁杆选票 那到了姚文智的时候 这36的选票应该还是存在 但是就是因为36他无法胜选的时候 他的票要留到哪边 谁是受益者 所以我们从李应元那一局 一直谈到了姚文智这一局 然后最后我们现在谈 现在黄珊珊的三国竞争 这些选票留到哪边去 我可以告诉各位 黄珊珊现在在北投士林 还有内湖南港 内湖南港叫做摇摆区 就是选票不固定 但是呢 北投士林是胜利的票仓 黄珊珊在北投士林赢过了 谁赢过了陈时中 黄珊珊本来是老三 他的民调很少跨越两层 普隆斌曾经讲 说哎呀 只要黄珊珊的票跨越两层的话 好 一定是蒋万安落选 他是用国民党的角度看 所谓国民党的角度看 因为他加36%是陈时中 对不对 那黄珊珊超过20%的话 好 那就是56 那蒋万安只有40 那受益者当然是陈时中 或者是黄珊珊不可能是蒋万安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从选票的角度 你来分析的话 受益的应该是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会从17变到21 再从21变到23 那显然陈时中的选票 至少有6% 是跑到了黄珊珊身上 那至于会不会跑到 所谓的蒋万安身上 我可以告诉各位 绝对不会 因为第一手中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就是说蒋万安 他不能下错这一步棋 毕竟你是要当选台北市长的人选 你必须集中火力 拿得中选选票 以避免国民党被边缘化